军队领袖最终将尝到 因其命令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 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 究竟有什么利益 何必积极追求权势 财富、升迁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 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 觉悟的状态是一个我们永远 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三知识 刚才讲这个二十五方面的第一 聚五元 聚五元的五元的第一条 就是慈戒 那么第一就是慈戒清经 那么这个慈戒清经呢 引证这个佛仪教经里面说 以因慈戒得生助禅定 即灭苦智慧 事故比就因慈境阶 那么以这个慈戒的功德 禅定也由慈而生 断烦恼 由慈灭苦的智慧 也由慈戒而得 所以禅定智慧都是由界来的 那么因此之故啊 佛弟子应当要如法持见 虽然是对比丘说 那么比丘是四众的首领 他是领导者 那么对比丘说 就是对四众弟子说 四众弟子都包含在里面 只要是通一在家出家 四众弟子都可以同寿同学的 那么只说比丘就可以包含四众 例如佛说法的时候啊 往往只对当机说 但是同时所有的听众啊 也就包含在内 并不是单教当机听而已 例如说金刚经 当机是虚菩提 佛对虚菩提讲话 但是他所讲的 不是单讲见虚菩提听的 所有的听众啊 通通都在做听的 这虽然单对虚菩提说 全体听众都在听 那么佛虽然是制定 这个界法单对比丘说 那实际上四众同耻啊 只要相通的 大家都要同样受识 不是单指比丘重 应当要这样子去体会啊 才不会发生这个偏差 那么下面结果就说 由在家出家 大小圣不同 这是说明这个界法的类别 在佛法里面的界法 它的类别很多 那么简单说 由他的这个弟子重来分别 佛弟子有在家重 有出家重 那么因此 在家弟子 有在家的界法 出家重 有出家的界法 在家重的界法 例如说学佛入门 第一 就是先授三规 那么进一步就授此五界 那么五界可以随分随利 最少授一条界 也是功德 叫做一分有婆色有婆仪 能够受两条三条 一直到五条界完全受持 那当然是最好的 就是满分的有婆色有婆仪 那么在家重 由三规到五界 由五界到在家的菩萨界 那么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八观灾界 那么这个八观灾界是给在家佛弟子们 学习出家人的修行法 就是规定一过月 只有六天 叫做六灾日 在这个六灾日 受持八观灾界 那么他这个规定 是对这个在家菩萨 是有应性规定的 就是说受过在家菩萨界的人 在六灾日受持八观灾界 假如没有受在家菩萨界 那么当然也可以受八观灾界 但是有受有功的 不受不违犯 不受在家菩萨界 那是当然要受持 但是这个八观灾界 它是一天一夜界 短期的 只给在家中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学习出家的修行法 所以在这一天当中 他的修法 他的持的界 虽然是有八条 实际上就是 三明十界的前九条 三明十界的前九条 就是八观灾界 不非十时是灾 前八条是界 这叫做八观灾界 关闭一切诸欧区门 开始人天涅槃正路 所以叫做八观灾界 那么这是规定 一天一夜 不像五界菩萨界 那是终身界 受了之后 如果不舍界 敬这一生 菩萨界还是敬畏来即 要如法受持 而八观灾界 今天受到明天天亮 这个界就失掉了 就不算了 只有一天一夜 如果要再持 还有重受 如果是受过在家菩萨界的人 直到了这个灾日 如法持戒 那天早上起来 天亮之后 自己心里做念 今天我要持八观灾界 最起码有这个念头就行了 那么如果是要认真 恭敬一点 这些爷们就可以在佛前 自己在佛前发愿 今天弟子某某持八观灾界 也就行了 不必是大规模的去受 像好像受五界菩萨界那个样子 大规模的受界 还是要向上排斑 还要顶礼三拜 还有迎勤 还有香花银 这些不必 这是终身界 受五界 或者是受菩萨界 才是这样做 这个一天一夜界 不必这样 假如一个月六天 一天一夜界 每一次受界 都要跟这个受五界 受菩萨界一样 也要迎勤 也要相发勤 也要花了好几个钟点 来受界的话 那还得要 那每一个月就有六天 佛不会叫人 这么麻烦的事情 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六寨日 受过在家菩萨界的人 直到寨日 自己发心持戒就对了 不一定要再去受戒 现在就是 龙城一种这种风期 到处再传八观灾戒 因此 如果在高雄的在家菩萨 高雄没有人传 要台中台南才有 那么他就要跑到台中台南去 那么一个月就这样子 来回跑过五六次 好了 他的工作都不必做了 做生意都要了钱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所以 现在的人 差不多什么事都是一窝蜂 看人做就做 看人做就做 不去研究 是不是需要这样做 是不是应当这样做 我对于这个大规模的传八观灾戒的这种做法 我是很反对的 我不赞成这样做 因为这个不如无法 佛制不是叫人这样做 那么这个八观灾戒 你只有自己发生受就好了 何必一定要大规模的这样传你 没有这个事情 还有 这个传戒的人 传戒的这个戒师 他有没有自己终身持武力 在戒律的规定 传八观灾戒 虽然是三明也可以传 三明你也可以传 可是必定要终身持武 他自己完全持武 简单说 就是他的三明十戒持好 您自己三明十戒持好 才有资格去传八观灾戒 老实说 我会信就没有资格传八观灾戒 为什么 我没持武 我晚上吃饭 既然我没持武 我就没有资格传八观灾戒 所以有人问我 他要说八观灾戒 到我这边来说 我说不必了 我也没持啊 你自己发信好了 因为我们没有做到 梦法时代啊 我们自己做不到 不要说 那你自己就没有持武 那你应该叫别人持武 那是自己 叫人行孝 那么你自己打你的爸爸 你叫你 要孝顺父母 不是叫话 现在这个流行兵啊 我觉得很可怜 佛法浓成这个样子啊 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一种流行病 不必这样做 这样子啊 真是把这个时间 金钱 什么都浪费掉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您把这个整部的戒律 翻出来看看 哪一部戒里面说 叫这个在家 就是每个六灾日就是要东跑西跑去受戒的 哪有这个事情 自己发现就对啊 不要跟着人家乱跑 不必这样子浪费时间 假如你的事业私能工商 还是照常好好的做 那么您能做到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 六灾日 实践 假如六天做不到 四天也可以的 所以一切有不力 里面就叫做四灾 四灾 这就可见了 慢慢到了后来啊 有些中下更新的人 六天也做不到了 所以变成四天 那么现在这个 一个月不是四个礼拜吗 所以我 我认为啊 对这个六灾日啊 也可以学习一下 一切有不力 所讲的四天 四天容易做到 那么你应信规定要出八十五 月底 还有这个二十三 现在应信规定 这个农历 这个日期啊 假如这个上班族 他也做不到了 那么如果你把它变通一下 就利用星期天好了 假如你要发现 受八关在线 你不妨用星期天 这个只有好处没坏处 因为这个不是应信规定 我前面不是讲过 这个游菩萨戒经吗 游菩萨戒经里面 明文说的 这个 佛规定这个六灾日 受八关在线 那是随顺 当时印度的地方 风俗而做的 因为外道到了 这一天 他们都有 加工的修行啊 那么佛法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不如他们了 那么因此之后 佛随顺世间 也就规定这一天 叫弟子们 在家弟子 学习出家行 受八关在线 但是这个日期 不必死板规定 应当要顺 当时情况而定 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平常是 如果要上班 没有时间 不方便 或者是事业方面 不方便 那你不妨 采取你方便那一天 那么就是 利用这个星期天 受八关在线 功德一样 没有什么差别 假如四天做不到 一天也可以 一天有一天的功德 比不时总是好的 是一天有一天的功德 同时还不要骗自己 规规矩矩的做 做不到不勉强 我很惭愧 我做不到 我晚上要吃饭 因为我有胃病 如果不吃饭半夜 肚子痛 受不了 烦恼一起 别说是修行 增加烦恼了 那有什么好处啊 佛法不是叫人 增加烦恼的 是要消除烦恼的 既然你没有力量 晚上不吃饭 那就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好好的修行念佛好了 不要自己骗自己 外表 外表 我吃半观再见 今天晚上没吃 那么自己在房间里面 米刷这段 哦 假如吃一大碗面的话 比饭还好 我喜欢吃面 你给我一天三三都吃面 我都可以 假如你一大碗面 吃下去 那不是比饭还要更有营养吗 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做法都是骗自己 骗自己 未了要吃一条件 犯了三条件 你要吃饭 饭也没吃 偷吃 那么偷吃就是偷到 那么对人表现说我吃饭 那是妄疑 就是不说也是 莫妄疑 也是妄疑 所以未了要持无 犯了三条件 又偷盗 又打妄疑 又犯非实实 那 怎么 怎么和算的 何必这样子 至少苦吃 做不到就好了 你老师念佛 一样可以往生的 我看这个 印光大师 他现在仁尊 他是第十三 第十三位祖师 进度中的祖师 可是他要往生 前一天 他晚上还是吃稀饭的 吃稀饭还是可以往生 没问题 既然如是 但我们不是说是 对这个持无的人不赞成 不是这样子 能够做到的 真正能持无的人 持得精心精进的 我总是五体投地 我非常尊敬他 这个人很了不起 他能发现持无 我很尊敬他 但是做不到的 不要勉强做 还不要偷吃 最要紧的 不要用偷的 偷吃 这个偷心不死 这是问题最严重的 学佛如果是 做外表好看 里面呢 自己扶作乱为 那简直不是学佛 那不晓得学什么 我不懂 所以我们学佛 应当要规规矩矩 做不到 做不到不勉强 所以五界上界 可以一条两条自由词 何况是 其他的 这个比较维系的地方里 甚至其他的论典里面 也有 这个论典这样说 就是八观这些 也可以随分随力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不能太开放了 取罚福上 紧的福中 那么如果取罚福中的话 就得到下了 取罚之下 那是下之又下了 我们要取罚福上 当然要取罚福上 不能再中再下 不要骗自己 规规矩矩 做得到就做得到 做不到不勉强 论十五嘛 我不敢说十五 就是晚饭不吃 晚饭不吃啊 我有十六年的经验 我从21岁到36岁 我有十六年的经验 后来生病了 胃病啊 胃病严重了 那么胃病严重的时候 医师叫我啊 两个小时吃一次 那好了 十六年吃两餐 后来一天吃八餐 一天吃八餐 把这个十六年都 统统补上了 都补足了 那何苦来的 所以后来啊 我等到病好了 想要再回复 医师说算了吧 你不要再时了 再时将来要吃十餐了 那么所以我以后啊 就不敢打这个妄想了 自己觉得惭愧 业仗重 不能如法持戒 有直白惭愧心啊 还是照常吃餐 那么因此之故 我们学佛 应当要 很坦诚的 规规矩矩 做不到 不要装模作样 做外表 所以这是 在家居士 持八观在街 不要跟住人家 一窝蜂东跑西跑 假如你要发心 自己家里发心就可以 自己在佛前 发愿受识就可以 不一定要跑到 人家大规模的传见的地方去 当然我这个话讲出来 那些大规模传见的 常驻是不高兴的 他要骂我的 没关系了 他骂归他骂 我还是照常不悟 我是按照佛 以圣言量做标准 经论里面没有的 我绝对不会提倡 如果不必要的 我们不必这样勉强去跟人家跑 这是一种浪费时间 而且拢得大家都心里不安 那么老师注意到 我哪一天又准备要到什么地方去 受八观再见了 那么事先就在准备了 那么他的工作又出麻烦了 甚至闹得家庭不安 家里生反感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最近这几年来 我碰过很多 有好多在家人来问我 那么我觉得这样 老师一个一个回答 很麻烦 说信就在讲的时候公开讲 那么这个在家界 就是有三规五界 中间有八观察界 是一天一夜界 还有在家不色界 这个随份随地发心去受词 那么出家界 由沙米使界到比丘界 男众由沙米到比丘 女众由沙米尼 中间本来有过十叉谋拿 六法 后来没有了 中国佛教里面没有 那么然后才到比丘尼 所以出家有五种 男种有比丘 有沙米 女种有比丘尼 诗叉摩拿 沙米尼 这就是出家五种 沙米包含在比丘里面 诗叉摩拿 沙米尼包含在比丘尼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就说 出家二种 再加有油婆色油婆一 再加二种 后面起来叫做四中 四中弟子 因为沙米必定要受比丘戒的 沙米尼斯叉摩拿 也是必定要受比丘尼戒的 所以可以把它包含在里面 那么有在家戒 有出家戒 出家戒是出家人的事情 这里不必提出来讲 在座的出家众 差不多都是说过戒的 也不必再提出来说明了 那么下面还记住说 有大小圣的分别 戒法里面 大圣戒就是菩萨戒 小圣戒就是生闻戒 生闻戒就是七种戒的固定戒法 所以举一戒 举一其中 例如在家三规五戒 八观在戒 八观在戒是通于大小的 实际上这个大小在心不在法的 你发了菩提心 就是大圣戒法 不发菩提心 就不算是大法 这个菩萨戒 有出家菩萨 有在家菩萨 菩萨戒法里面 在家菩萨的戒法 就在尤婆色戒经 上次讲过的尤婆色戒经 它有六条重戒 二十八条清戒 那是在家菩萨 所说的戒法 出家菩萨 菩萨善戒经 有八条重戒 四十八条清戒 说那是完全对出家菩萨讲的 是属于出家菩萨戒 而梵王经菩萨戒 跟玉切菩萨戒 那是通于在家出家的 梵王经菩萨戒里面说 国王受位时 大臣百官受位时 都应当要先受菩萨戒 可见梵王菩萨戒 是通于在家出家 玉切菩萨戒本 四条重戒 按照玉切菩萨戒本 有四十三条清戒 第十菩萨戒本 按照偶一大师的建要 有四条重戒 四十一条清戒 那么另外有一条 它是两条合并起来的 有的把它分开 也就成为四十二条 那么这个戒法 都是属于玉切菩萨戒 米勒菩萨说的 米勒菩萨所说的玉切菩萨戒 是通于在家出家 在家菩萨出家菩萨 同样都可以受持的 所以这个叫做通戒 菩萨戒叫做通戒 通于在家出家 其中同收 不过在家居士 要受菩萨戒 最起码要受五戒里面 最起码要受一条以上 五戒里面 有受一条戒以上的 就是一分有菩萨 一分有菩萨以上的 才可以受菩萨戒 假如只但受三规 没有受五戒的最少一条 这个不能受菩萨戒 在家居士按照规定 是先受三规 后受五戒 然后才到菩萨戒 如果按照菩萨善戒经的 硬性规定 那必定要先三规 四五戒 然后再加菩萨戒 然后才出家 那么出家以后 等到受了比丘戒 比丘尼戒 然后才受出家菩萨戒 他这个戒法里面 各有各的应激说法 那么就是 这个 有菩萨戒经的说法 他也是说出家 还是要有这个 在家菩萨 修学有成之后 才去出家 这样子才比较理想的 那么现代人 一听到佛法 一出家 佛法剔下来就成佛了 所以有好多大专学生 甚至还没毕业 他一听到佛法 他就想着想要出家了 那么这种情况 他就是误会一味 所以学佛一定要出家 学佛固然是可以出家 但是学佛并不一定要出家 应当是出家的量不必多 要重之不重量 在家菩萨 在家的妇法越多越好 质量都重 所以必定要妇法很多 真正能够弘法的人 当然很需要 但是不一定要 各个都做这个工作 现在的佛教 里面问题很多 那么在家菩萨 也有在家菩萨的组织 慢慢笼成在家佛教一套 那么出家 慢慢失去能领导的作用 慢慢也成为 好像是在家与出家在分裂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本来出家 要洪法 洪法是家务 立三为私业 这是出家人的本分 可是现在的出家人 往往是比较多注重在超度 做死人事业 替死人超度 而不超度自己 那么结果你拢得出家人不懂佛法 你问他佛法 他说你去问法师吧 假如世界没有法师的话 那佛法就晚了 那么因此在家就是就想到 并不是各个都市了 在座诸位不会了 另外有人这样想 既然你们出家不行了 我来 他又站出来 他又来领导佛教 他说现在出家不行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佛教就很危险了 那么就是变成了 这个在家出家 分开来 在家的不复法 出家的不逢法 出家的专门去办幼稚园 都是挖挖车 都是跟小孩子玩 坐进来讨 你们出家都去坐进来讨 好了 他们在家来当法师了 现在佛教慢慢去向于这种情况 是问题很严重 这个道理 这类的话 我还是少说吧 说多了 得罪人 那么伴有伴有职员的 天天挖挖车的 他也要骂我 那么我老是说一些挨挖的 挨骂的话 实在是吃力不讨好 没有什么意思 那么这些闲话不要说了 实际讲究自己发心 那么大圣菩萨界 就是要发菩提心 如果不发菩提心 你就是受了菩萨界 也不算菩萨 因为你没菩提心 这是根本 生文界必定要求了生死 如果不打算了生死 那也不叫做生文界 因为他的目标 就是出三界 了生死 断见之烦恼 这是他的根本目标 那么这是第一 持戒情境 关于持戒情境 小指观里面 志泽大师 他是越这个持戒的情况 来分类的 他说上品持戒 这种人 在家的时候 没学佛之前 他就没有做过武力大罪 就很好的好人 那么后来学佛 先做在家居士 然后去出家 如法持戒 这种人是上品持戒 受过戒之后 如法持戒 不会违反 中戒 清戒都不会违反 这个是上品 第二种的 虽然是 这个不犯 中戒 但是清戒 未免会有所违反 这个是叫做中品的 有所违反 能够忏悔情境 还是能够恢复健康的 下品啊 就是烦恼 障重 容易违反 甚至重戒 都有所违反 按照生文法 里面是不通忏悔的 那么一大忏 佛法呀 可以取相忏 可以无声忏 然后也可以修指观的 这是下品 时间 在这个小指观里面呢 纽约这三品啊 分得很清楚 这是上面第一 具五元的第一 实践心境 就讲到这里啊 不要说太多 第二 衣食具足 要专修指观 专修之前 要先有具备 有衣有食 有衣有食啊 这是很重要的 日常生活的条件了 具备了 才能够 好好的修指观 那么这个衣食具足啊 这里 风味三类双明 一有三 食也有三 有上中下三品呢 二 衣食具足 衣有三 衣具足 对衣服方面 有三种人 一则 乳血三 血三大事 谁所得一 必行 其足 不由人间 贪人力成功 这是上根的人 上根的人 在深山里面 好好修指观 他的衣服啊 并不逼求以人间 谁所得一 随便就用 血三大事 这是指的佛 往西行菩萨道的时候 曾做血三大事 大事就菩萨 他在血三里面修行啊 是没有这个世间的衣服好穿的 把瘦皮 瘦叶子 遮蔽身体啊 蕴寒 就行了 随所得 可以当一的就拿来 遮蔽这个身形 所以说随所得一 必行 必是遮蔽 把这个身形 遮蔽起来 就够了啊 不要把这个丑陋的身体 落出来就行了 因为这样子啊 不必去油画人间 那么不要跟人家画圆 要衣服 省得很多麻烦 不过这种人呢 必定要有堪 堪忍力 就是能够忍受 这个寒冷 种种的苦恼 他能够忍受 这个寒冷的苦恼 有这个力量啊 这种的忍力成就啊 才能做这个上根之势 像血三大事那样子啊 就把这个瘦叶子啊 当做衣服 核发业也可以当衣服 所以禅宗的雨露里面呢 有这个龙山和尚 他在深山里面呢 自己用功修行 把这个核业当衣服 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他 那么被人知道了 他又搬走了 所以他有这么一首句送说 也是可以说是诗啊 他说一此荷叶 衣无素 满地松花 时有宜 才被世人之住处 又与茅舍入身居 他说你问我的衣服吗 我这里有水池 水池里面种了好多的荷花 荷花的叶子很大吗 我就把这个荷花叶子把它晒干了当做衣服 一吃荷叶 衣服素 我这个一水池的荷花叶子啊 就把它当做衣服 好多衣服 不必去问人家啊 要这个布料的衣服 荷叶当衣服 论吃吗 满地松发石有宜 他吃这个松瘦心 松瘦叶子 松瘦啊 钱啊 啊 那深山里面好多这个松瘦 啊 松瘦的松叶子可以吃 嫩的 又带点苦味 能够止积 不会肚子饿啊 这个道教的鼻鼓啊 不吃五鼓啊 他就用这个松瘦叶 配合体内的中腰啊 做成药丸子 可以止积 他把这个松瘦叶 松花 松花 当做他的三餐的饮食 满地松花石有宜 他的吃 就是用松瘦叶 松瘦心 当做饭吃 他的饮食就有剩余了 用不完的 满山都是松瘦吗 满地松花石有宜 才被世人支柱出 刚刚被人知道 他住在这个地方了 又于茅舍入生机 他的茅棚啊 随便用茅槽盖起来的 这个茅棚很容易的 被人知道了 他怕人来找他 他又移到深山里面去 又找不到他了 那么像这种人都是上根 如果不是上根性的人 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是上根的人啊 不用世间的衣服 山上的树叶子 荷花叶都可以把它当做衣服 这个很不容易 中下根性的人 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身体擦 身体擦的人 动也会动死 到了冬天 冷啊 受不了的 所以毕竟要上根立志 二则 如茅舍等 即分少一 即淡三一 不需遗茬 这是中等根性 第二种能够修苦行的中等根性 好像茅舍尊哲 茅舍就是摸河家舍 摸河家舍 它是修妥妥苦行 妥妥苦行的衣服啊 是用分少衣 什么叫做分少衣啊 他到这个垃圾堆 分少龙 不做烂 去捡人家丢掉的布料 丢掉的破衣服 他把它捡起来 破衣服 破布料里面 好的把它捡下来 洗干净 一条一条 把它做成摆纳衣 叫做分少衣 分少衣 现在出家人穿的 这个二十五条衣啊 整那嘎 哦 缝缝的 整那嘎 哦 一贯的衣 那个大衣 二十五条衣 本来就是分少衣 百纳衣 因为那是 二十五条 四长一短 一条就是五块布料 二十五条 就是一百二十五个小布块 一百二十五个小布 去缝起来的一件衣服 所以叫做百纳衣 所谓缝组衣啊 本来是这种的分少衣的百纳衣 可是现在可不是分少衣啊 而且是最高贵的 最高贵的布料啊 去做成这个缝组衣啊 哦 那么实际上 以原来的呃 这个衣的意义是并不符合的啊 那么一般人误会 因为是这个条数越多的 就是越高贵 实际上并不是啊 本来他是像摩托家舍 他的分少衣 到这个这个垃圾堆里面 捡起来的小布条啊 好的 把它捡下来洗干净 缝起来做衣服的啊 那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条啊 这个小布条啊 那么平常应当是五一七一大一 那么大一啊 九条一就可以了 一线成的好布料做的 九条就可以 一样是大一 不必要做到五二十五条啊 那么或者是淡三一 即是并即了 或者是淡三一 不能受这个分少衣的 他用淡三一 淡就是淡淡了 单单按照佛制的五一 七一大一 这三样衣就就割了 没有增加一点点剩余的长衣 所以不需遗长 就是只有淡这三条衣 没有其他的衣 那么不再保有这个 隐藏的其他的衣服 那叫做淡三衣 这也是头头骨形啊 淡三衣啊 那么这是中等更新 虽然是传人间的布料的衣服 可是他是分少衣 淡三衣是很辛苦的 能够这样子简单的衣的生活 也可以啊 维持啊 那么这个生命可以维持啊 就可以好好修持惯的 三则 多寒国土 如能一徐三一之万 须百一众俱 这是下根性 就是像我们这一类的 下根性的终生 或者是住在这个寒冷的国土 多寒国土 像中国的北方 像韩国 像日本 这些国土 到了冬天很冷 多寒的国土 那么因为太冷了 淡三衣是不够啊 冬天受冻受寒吃不消 那么这种人呢 佛如来就是佛了 佛也引起他三衣之外啊 去百一众俱 什么叫做百一众俱呀 百呀 就是凡百首续 凡百首续都可以有一个 叫做百一 不是一百种的一啊 那可不得了了 那比我一些我们现在的人的啊 那些衣柜呀 摊丝啊 哦 那有多的不晓 不晓得多少了 这个所谓百一 那个百不是固定的树木 就是凡百首续 凡百首续 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 除掉穿的衣服之外 如果会会冷吗 冬天会冷 那么准备冬天预寒的衣服 可以一件 比如说在中国人 长挂子 短挂子 中挂子啊 或者是棉袄 那么这些蕴含的衣服 每一种可以有一件 每一种所需要的用具 可以有一件 叫做百一众俱 并不是要有一百一种 那不得了的 比如说 这个洗脸的毛巾啦 或者是欧巨的用具啦 各种啊都可以有一种不要多了 有一种就够了 可是我们现在人是不讲究这些的 啊 现在人不讲究这些啊 出家人也是一样 不讲究这些 当然在家人是不论的 这是对出家人讲的啊 那么不讲究这些 他的衣服就多了 哦 你家里摊死有多少啊 啊 看看你的衣服算算几件啊 我也觉得我很多啊 我不瞒大家说我的衣服很多 我为什么会很多呢 因为我平常时啊 喜欢穿旧衣 我把旧衣服穿出去啊 外边的人看到啊 他就误会啊 误会因为这个法师没有衣服穿了 他就做衣服送给我 那么我又不能拒收 他送来了 我又不能说 哦 你不能送 我不要啊 这样子他不高兴啊 那么因此也得接受下来 好了 他送一套 他送一套 结果就多了啊 所以我就变成衣服的奴才 啊 衣服奴 我常常要照顾他 嗯 那么恐怕他 呃 这个 生虫了 长毛病了 嗯 所以这个衣服多啊 变成衣服奴才 很浪费时间的 嗯 那么这个 因此我就 后来也不大敢穿那个旧衣服出去了 啊 因为这个衣服 或者是破烂的衣服穿出去 人家一看 他就做衣服给我 啊 那么会被人发生这个误会 所以人家做好的来 我也照穿 嗯 那么 不过穿好一点呢 那么人家如果看到了你不要再做衣服了也就好了 嗯 不过也会发生一种反作用的 嗯 他看这个法师穿的蛮好的衣服 哎 他既然衣服好的他穿嘛 来 我也做一个好的给你 那好了 好的照样也会多起来 所以 这个出家人呢 啊 有些地方是很麻烦的 啊 我有好多可笑的地方啊 尤其这个吃东西啊 人家送东西给我吃我总不能说啊这个不好吃我怎么能这样说呀 我曾到一个地方啊我到狠春去了我这个不妨明说了啊 韩春的人他有一种啊 那个吃东西啊 或者粗卡贵 嗯 那我去了他就拿这个粗卡贵给我吃 他说 是好吃吗 好吃好吃 好了不得了 他每一次来就是粗卡粗卡贵 啊 我真是要给这个粗卡贵吓坏了 嗯 可是你不能说我 我不吃 这个东西不好吃 我不吃 我不敢这样说啊 总是赞叹人家 很好吃 好了你一说好吃 他每一次来都是这个 嗯 那就够你说了 我没有妙果和尚的本事 我听这个妙果和尚有这么一种啊好笑的话 他有一次到信徒家里去 他胃不好不能吃那个糯米的东西啊 然后你要下意了 哦 煮的很好吃吗 哦 那么就煮好了就端出来请师父吃啊 那么就 这个装了一大碗啊 放在师父面前请他吃啊 好好好 那很高兴的就呃表示感谢了啊 可是这个主人呢 他端出来之后他跑到里面去了 因为他一大盆放在那边吗 等到主人跑进去啊 他把这个一碗的银啊 又往他的原来的盆子倒进去啊 等到他回来一看完又空了啊 等会死父后生吗 他听后是听后是 啊 你有什么啊 实际上他一粒也没吃 一粒也没吃 他不能吃啊 他也不能说他不能吃 因为人家好心供养啊 你总的总的吃啊 他说他们不能吃 不能是碰到他没看到的 把他倒回去 倒回去他那碗空了 哎呃有没有吃啊 吃了吃多少啊 吃两三碗 实际上一个也没吃啊 那么这不是打妄语吗 不是在这种情况啊 反正逼得你非打不可了 假如你说不好吃 他不高兴啊 我辛辛苦苦煮下来 你怎么说不好吃啊 说好吃吗 实际上他不能吃 只好往往盆里倒啊 这个也是好好办法 可是我这个兔卡 我也没有地方倒了 假如对衣服方面 可以简单 呃老修行尽量简单 简单到可以维持 这个身体的生活就就够了 啊 所以佛是大师大悲 啊 实在你不能吃这些苦头吗 不妨简单一点 就是每一种你需要的 都可以有一件 不要太多 所以呃 可以需这个百依重具 就是保有了 保有这个百依重具 每一种啊 可以有一件啊 这是一 一有三种 下面讲食 饮食方面也有三种 食一有三 一日上根大士 生三绝世 菜根曹果 谁的自身 这是上根字 就刚才说的像那个龙山和尚一样 他把这个松售叶子 松售叶子当做饭吃 啊 他这个上根大士啊 他在深山里面 啊 跟世间隔绝 他不出来脱拨 啊 那么在深山里面或者是自己种些菜 或者是炒根 啊 或者是水果啊 都可以当做饭吃了 啊 维持这个生活 啊 所以这个维山 林幼禅师啊 啊 他在这个大维山 刚开山的时候也没有人供羊啊 啊 那山上也没有人知道的 那么他在山上青年啊 吃那个栗子 普通人是吃不消的 只要你有胃病也是吃不消的啊 啊 所以我就不能开山了啊 那么因此啊 呃 上根上是他可以把这个水果 草果 牧食啊 都可以当做饭吃 所以有好多禅师 修禅的 他在深山里面呢 只是吃那些芋头啊 呃 水草类啊 都可以当做饭吃 第二是 常克食 呃 就常气食 气食就脱拨 以脱拨为生活 啊 不受人家供养 第三 谈乐送食 身中进食 这是下根 啊 呃 如果你在专修的时候 有父法父子 你谈乐 就谈是谈拿 不是越超越贫穷海 有在家父法来付持你 送饮食给你啊 天天送饮食给你 那么你也可以安心修止观了 或者是住在寺庙里面 生团里面的清净饮食 生团里面大家共用的清净饮食 过堂吃饭 那也可以啊 那么这样子啊 就下根性啊 虽然不能脱拨 那么有事就供养啊 或者是生团里面的清净的 这个大众共有的饮食 那么不必自己去辛苦去经营 那么也可以过日子啊 那么饮食有这三种也是上中下三根的不同 那么只要你有一种在专修的时候饮食得过就行了 每天有饮食不是挨饿啊 不会肚子饿 那么肚子里面不会唱空秤记啊 那么能够好好的修行 这样目的就达到了啊 所以在饮食里面也有这三种 据五元呢 讲了两种 第一 实际清净 第二 衣食具足 两种讲文了 第三 咸居进出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咸居进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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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慈悲智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母子互相扶持 在非洲的国家公园里 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 有长颈鹿 脚马 非洲象 当然也有凶猛的狮子 和鳄鱼 在这里 非洲象算是庞然大物了 很少会遭到肉食动物的猎杀 但是 幼年落单的非洲象 却经常被一些肉食动物攻击 因此 幼年的非洲象 总是时时刻刻地 不离开自己父母的身边 妈妈 你快点啊 我们去那边玩吧 好的好的 孩子 别跑那么快啊 妈妈 你是不是追不上我 快来追我啊 哈哈哈哈 这头调皮的小象 越跑越快 距离象妈妈 越离越远 她丝毫 不知道自己 已经跑进了 狮子的攻击范围 妈妈走得可真慢啊 我都跑到这里了 她却还在那边 你们注意了 有猎物出现了 是一头像 老大 我们要袭击这头像吗 没错 她似乎已经落单了 袭击这么大的小象 我们可是很容易得手的 希望附近没有向妈妈保护她 丝毫 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小象 距离埋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 越来越近 当她距离灌木丛 只有十几米的时候 狮子冲了出来 朝她发起了进攻 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要准备攻击了 机会来了 进攻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妈妈听到了小象的求救声后 立刻赶了过来 妈妈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不好 我的孩子又危险 孩子 别怕 妈妈来了 真可恶 老大 怎么办 不如就放过她吧 这么大的象 很难对付的 对啊 我们还是走吧 这头大象 不好对付的 妈妈 你可来了 孩子 别怕 有妈妈在 他们伤害不了你的 刀嘴的肉 就这么跑掉了 我们走 最终 狮群被象妈妈赶走了 妈妈好厉害 妈妈好厉害哦 孩子好险啊 以后你还敢不敢自己一个人乱跑了 妈妈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敢乱跑了 知道错了就好 我们走吧 这一天 小象又和妈妈一起 在宽广的大草原上散步 有了上次的教训 他再也不会独自乱跑了 孩子 你渴不渴 我们去河边喝点水吧 嗯 好的 妈妈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你去哪 在河水里 一只饥饿的鳄鱼 正埋伏在河里 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好饿啊 这些动物怎么也不来喝水 他们若是来到河边 那可就成为了我的美味了 终于看到河水了 我真的非常口渴了 到了河边 我可要一次喝个够 我也要大喝一顿 我也渴死了 那我们赶快过去吧 嘿嘿 食物来了 虽然大象很少成为鳄鱼的猎物 但这种伸长可达到20英尺的爬行动物 偶尔也会埋伏起来 袭击类似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 终于到了 可把我渴死了 小妈妈和小象 丝毫没有觉察到 潜伏在河水中的危机 他俩来到了河边后 便用鼻子吸水喝 哈哈 机会来了 哎呀 什么东西咬住了我 妈妈 鳄鱼 是鳄鱼 孩子 快跑 鳄鱼紧咬着向妈妈的长鼻子 毫不松口 而小象 则一直围绕在向妈妈身边 向妈妈预袭后 马上想转身 但鳄鱼仍然不死心 仍紧紧咬着它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妈妈 他还在咬你 孩子 快离开这里 不 妈妈 我不走 我要救你 怎么办 这哥怎么办 对了 有办法了 你这个坏蛋 快松嘴放开我妈妈 看我压扁你 该死的小象 竟然压我 你再不松开嘴 我就把你压成肉饼 该死的小象 今天全坏在了他身上 孩子 我们快离开这里 妈妈 你痛吗 不痛 孩子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我也能保护你了 嗯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还保持不了 我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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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